朋友们咱们今天玩个大品牌 今天绝对不翻车 24色可乐夹水 好玩不沾手 怎么不给个机会 怎么都让漏出来 24 什么24色 糊我的吗 这叫24色 这些小瓶子非常的可爱 这不一共就四种颜色吗 哪来的24色 难道还配了一副有色眼镜吗 哇这个颜值还挺不错 这属于中国人不骗中国人 期别 我已经 请大家喝一瓶雷币 这边 喝一瓶粉达 喝一瓶 农民三全 还有啥 口渴可乐 就这几种了 百事可乐 这是百事快递和百事可乐连名的吗 就这几个名字没有了 还有这个 哇哈哈哈哈 没有了 我把它们都倒出来吧 该怎么倒的 再摆在一起 过去尝一下 农民三全 雷币粉达和百事可乐 以及口渴可乐 还有哇哈哈哈哈 哇哇太难起了 有股仙丹的味道 这量也太少了 爱地魔力转圈圈 我以为它会是那种非常厚实的沙皮胶 其实它也挺稀薄的 感觉就是把普通的假水装进来了 没有一点小麦布的意思 等我以后走投无路了 我可以批发一些这些东西开个小麦布 它真的很像水 而且这个它没有那么发黄 就是它表面太失手了 很油 你看它很容易碎 没有什么拉伸性 甚至没有办法大泡 一扯就碎 一碰就碎 没有物质的爱情 就像一盘闪虾都被风吹 走两度它自己就散了 有这个声音 最后 颜色它好像两个鸡蛋胚胎啊 好了 花了二三十块钱就买了这么一盆假水 钱全花在包装上 长得有点 像那种深渊一样啊 它在凝望着你 凝望着你在问你 怎么不给我的一件什么 凝望着你 快速搅拌蛋清 这颜色居然还很难混合到一起 竟然搭不出泡 这什么 甩了一下 但它为什么这么成彻 不像是自己做的和买的那种 六块九一大兜的 它那个花黄 那这个我说实话 没什么可玩的 这个画面逐渐窝囊起来 这颜色还挺漂亮的 挺显白的 呀什么玩意在吃啊 好吓人啊 我不会要被雷劈了吧 怎么突然可以打泡泡了 哎呦很是不太行 再见了朋友们 今晚我就要远航了